第二节 启示录的四章的一节和二节 第一节 此后我观看 见天上有门开了 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 你上到这里来 我要将以后毕成的事指示你 我立刻被圣灵感动 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 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 好 经文读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葛牧师为我们传讲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很高兴我们礼拜天可以在这里一起聚集 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无论你是在家里面 我们盼望你都知道主与我们同在 好吗 所以跟你旁边人说 很高兴跟你在一起聚拜 好 弟兄姊妹 我们讲到这个启示录 我想很多人觉得启示录是一本很难了解的书 那么但是启示录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卷书 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的预言 讲到将来的事情 特别现在末日越来越接近 主再来的时候越来越激进了 神的儿女们都应该要明白未来要发生的事情 以至于我们知道怎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来预备我们自己 那么我们在前面的信息里面讲到 启示录的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今天我们要开始讲第四章了 但是我们先稍微复习一下 启示录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 你可以看见 启示录里面第一章一开始 约翰看见异象 好 所以越干看见这个异象里面呢 他看到什么呢 第一章里面就看见说 他看见这个人子 看见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在第一章里面讲到说 认识这位耶稣基督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么接着在第一章里面 也讲到耶稣基督他的工作 他的身份 那么在第一章里面也让我们看见说 侍奉耶稣基督的工人 你要看就是那一个侍奉耶稣基督的工人 他看见了这位主 所以他的侍奉才能够带出影响力 带出国效 那么第二章第三章 就讲到启示录的七个教会 是不是 我们讲的这些教会里面 大部分都被主责备 那么只有士美拉 还有呢 还有这个 那个士美拉这个教会 还有另外一个教会 推呀推拉 那这些 这个教会里面 他们 这个被责备的 或者是他们被肯定的 那么各有不同 但是呢 在启示录的这个七个教会里面呢 都有一种人 叫做得胜者 他们是怎么样 他们是主所要征召的 主在这个世代 今天在我们中间 他也要征召这些得胜者 所以我们花了一系列的时间 讲到得胜者 是不是 我们讲到得胜者的这一个 这个条件 我们讲到得胜者 将来要在主的面前 跟主一统统长王权 来做宝座 来管理神的国度 好 那么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看 第四章的第一节第二节 你看见第四章里面出现了 又是一个意象 弟兄姊妹意象是什么 我们曾经讲过 意象 在旧约 在新约里面 很多时候出现出来 他们确实是看到了一个意象 也就是 不是一个只是 就是他们看到的 确实是有一个 一些的图画或者形象 但是意象这个字 原文的意思就是 属灵的看见 或者是说 这个属灵的启示 也就是说 当我们讲 看见意象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是在讲说 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 那今天神给我们圣经里面 圣经里面已经把很多大部分 神的旨意向我们显明了 所以我们需要明白神的话语 但是今天是不是还有意象呢 有 神仍然今天会借着这种所谓的 这种超自然的意象 向人说话 我们知道在中东 很多这些穆斯林的国家 他们就是因为看见异象 有时候看见耶稣 向他显现 有时候看见天使 向他显现 看见这些 对这些穆斯林来讲 他们没有办法去否认这些东西 因此很容易就带领他们 就信了耶稣 所以神今天 在幕后的世代 我相信 他会用这些奇特的方式 超自然的方式 来让人来认识他 但是弟兄姊妹 我今天要让他看见的就是说 约翰他看见了这个意象 那这一个意象 第四章第五章 都在讲这个意象 这个意象 影响了后面 影响了后面 你可以看见 在第六章第七章 讲到七一 然后第八章到第十一章 讲到七号 这边都开始在讲审判 所以第四章第五章的意象 就决定了后面 这个第六章第七章 第六章到十一章 所讲的这些事情 那么从第四章到十一章 你会发现 一直常常在圣经里面出现的 出现的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神的宝座 神的宝座 在新约当中 一共出现过六十二次 神的宝座 在这个 这个宝座这个字 不是只有神的宝座 宝座这个字 在新约当中 一共出现过六十二次 那么其中有四十七次 是在启示录 那你记得 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 这两章 宝座就出现了十七次 所以表明这件事情 就是说 启示录里面讲的宝座 或者是神的宝座 出现的次数是最多 而四章五章 又是在启示录当中 讲的宝座 最多的这两章 你就可以看见 第四章第五章 这个讲到神的宝座 这件事情 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看见这个图上面的宝座 是罗马皇帝当时候的宝座 也许你觉得不太起眼 可能好像没有我们中国 古代的电影里面 演出来的宝座 好像更是那样 但是这个宝座 你不要小看它 最近我们在家看了一个 刚出的一个舞台剧 叫做以斯帖 埃斯特 埃斯特 那里面那个 也是 就是 也有那个王的宝座 在那个地方 那你看见 那个宝座 宝座这个事情 代表什么呢 宝座代表的是权柄 弟兄姐妹 不管这个宝座 它是金子做的 银子做的 或木头做的 或者它是不是 是不是好看雄伟 但重要的是什么 是这个宝座本身 代表权柄 你知道当约翰 在写这个修信的时候 他当时候所在的一个环境 是罗马皇帝的时候 罗马当时候统一天下 欧亚非三州 你可以看见 罗马皇帝当时候 整个欧洲 这个罗马的势力 在那边影响着 甚至北非 那亲爱弟兄姐妹 那罗马皇帝 一生令下 他要谁死 谁就谁死 他一生令下 他要谁活就谁活 他可以决定 很多这些人的生命 他可以决定 整个他罗马帝国里面 所要带出来的 任何的一个决定 所以这个宝座 很有权柄的 弟兄姐妹 那弟兄姐妹 你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有 为什么圣经上讲的宝座 约翰所看到的是 什么样的一个宝座呢 你注意看在第四章 在这个地方 他说 此后我观看 见天上有门开了 然后呢 第二节说 我立刻被圣灵感动 见有一个宝座 怎么样 安置在天上 这边讲到天上的宝座 而约翰看到 那个天上的宝座 当时候 他正在面临到 一个被流放在 巴摩海岛 也就是说 他被 罗马帝国 把他放在 一个 关 把他放逐在 这个 巴摩海岛的上面 我们去过 巴摩海岛 看见 我就想说 真不容易 这个 这个 约翰 一个人 被关在 那个街牢里面 在 巴摩海岛 那个地方 旁边都是海 根本你没有办法 跟外界接触 你想想看 他这时候 他看到 这种情况的时候 他心中会 流合井上 对一个 传道人来讲 他没有办法再 讲道 他甚至没有办法 再做任何事 他没有办法去 去为 弟兄姊妹 生病的 为他按手 祷告 但是他在那个地方 主让他看见 地上的政权 在那边 可以 把他关起来 可是在 天上 有一个政权 天上 有一个宝座 那个宝座 其实 在决定 在地上的事情 所以 地上跟天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 其实 在这个 启示录 第五章 第九节 第十节 是四章 第五章 的一个关键 在这个地方 他讲说 他说 他们 唱新歌 说 你配拿书卷 配接开 七印 然后 就讲说什么呢 你曾被杀 用自己的血 从各民各族 各方 买了人来 那这个地方 在讲什么 这个地方 在讲羔羊 羔羊是谁 羔羊就是耶稣基督 羔羊做了什么事情 羔羊 用他自己的血 就是指的说 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定在十架上面 埋了我们 成就了神 在他身上的 那个计划 救恩的计划 那丢这位 这个启示录 第五章 第九节 第十节 在讲这里 你注意看 他前面说 他说 你就是指羔羊 就是指耶稣基督 你配拿书卷 配 接开七印 接下来 刚才我们讲到 第六章 第七章 就要讲到七印了 这个七印 就是封了 那个书卷 所以约翰看见 就说 谁配呢 谁能够拿这个书卷 谁能够揭开这个七印 把这个书卷 这个能够打开来 结果 在这里就说 谁配呢 耶稣基督 羔羊配 你看见没有 耶稣基督在地上 他所完成的救恩 却影响到 他在天上 执掌王权 他配拿这个书卷 他配接开区域 他能够决定 地上所发生的 一切的事情 你懂这意思吗 所以这段圣经里面 就让我们看见说 其实 启示录里面 要表达的就是说 天上跟地下 息息相关的 天上有一位 坐在宝座的神 他在主宰着 人类的历史 在主宰着 人类的命运 弟兄姊妹 约翰不仅仅看见了宝座 约翰看见在宝座上面 有一个什么 注意看 这里说他看见宝座上 有一个什么 他说有一位 坐在宝座上 是不是 然后接下来 就是讲着 坐着的 好像什么 那么一般来说 如果你看这个 整个的上下文的话 这个地方 讲的这一个 坐在宝座上的 是父神 所以坐在宝座上的 这一位 他这里虽然没有 很清楚的讲 但是 这一位宝座上面 就是父神 父神的宝座 是整个宇宙 最高的权力中心 Amen 就是我要再次强调 今天你看见 这个世界上面 你可以看见 美国总统 川普总统 讲一句话 全世界的 推特一下 全世界的人 就要跟着他 哎呀 骂他的也骂 这个赞他的也赞 反正全世界 跟着他舞动 是不是 那今天你看见 我们这个中国领导人 习近平 讲一句话 也许不一定是全世界 但至少全中国 14亿的人口 通通受他影响 是不是 所以你可以看见 地上的这些政权 地上的这些的 这些君王 他们多么有权柄 但弟兄姐妹 记得一件事情 在天上有一个 更高的权柄 就是父神 他坐在宝座上面 而约翰那一天 看见的是这件事情 弟兄姐妹 约翰所看见的 今天你我也要看见 我们有没有看见 坐在宝座上的 亲爱的兄弟兄姐妹 这个 讲到这个天上地上的关系 我想我要讲一下 这个圣经上面的预言 你知道圣经里面 有这个据统计 大概有1817个预言 那这些预言 很多都已经应验了 有一些关于未来的 关于将来的末世的 主在来的 或者是这个新天新地的 这些 有一些还没有应验 很多是在戴伊利书 很多是在这个 启示录里面 那带弟兄姐妹 有一件事情 是已经应验了预言 就是 以色列复国这件事情 以色列 在亡国了2600年之后 终于在当时候 1948年 联合国的决议当中 承认以色列复国 这个当中 第一天我没有时间讲 但丢着没你知道 根据历史上面来讲 一个国家 亡超过600年以上 通常都不会再有机会复国了 而以色列竟然在 亡国了2600年之后 竟然奇迹似的复国了 你说是什么原因呢 是以色列人 人很多吗 如果是我们中国人 我们打架就 打架靠什么 靠人多 是不是 中国人 再怎么欺负我们 日本人再怎么样欺负我们 这个历史上面 你看看多少次 想要打中国 没办法打倒中国 为什么 中国人多 是不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国只要靠着人海战术 就赢了 你美军再怎么样 武器精良 他一批批人冲上去 就死了 真的 是不是 但是丢生辈 以色列这个小国家 他怎么可能 他怎么能够存存存 存留到今天呢 他怎么可能 再灭了2600年之后 复国呢 亲爱丢生辈 我想全世界都知道 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发生了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就是神所说的话 一定要成就 Amen 所以这位至高的神 他在掌权 历史是他在掌权 历史叫做History History是什么 就是History 整个历史 亲爱弟兄姐妹 请你记得 使神在掌权 你我的历史 你我的人生 也是神在掌权 亲爱弟兄姐妹 你不要以为说 今天你 好像你真的 我真的是来错了 我来美国来错了 当年以前美国多好 现在来这边做工 在这边真是 比起我当年在台湾 比起我当年在香港 在中国 哎呀 你看我多么的 哎呀 今天我来这个地方啊 真的是落魄啊 亲爱弟兄姐妹 你要记得 你的人生 是上帝在掌权 Amen 也许过去你错误了 也许你真的 糊里糊涂来美国了 但是亲爱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你的人生 如果真知道 是上帝在掌权 你把你的人生 交给上帝的手中 再重新的交还给他 你相信 他会使你的人生 要不一样 Amen 所以以色列复国 看见是这一位神 在历史上中掌权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见 从中国来看 你知道吗 19 中国什么时候改革开放 考一下张牧师 中国什么时候改革开放 1978年12月18号 邓小平在第11次的 中央委员会议 做了这么一个宣布 改革开放 什么叫改革开放呢 对内改革 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是中国 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 从中国邓小平开始 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的经济就开始发展 有没有 我们这些 我们都有莫共读的 然后呢 不仅仅如此 以前啊 我们听到的都叫做 地下教会 是不是 哎呀 怎么样怎么样 教会怎么样子的 躲啊 改革开放之后 教会开始开放了 教会开始 更多的自由度了 所以呢 这个教会 开始比较多的 被显出来 世界各地的 到中国去培训的 到中国去服事的 越来越多了 好像这一词 看起来 哇 上帝真是让中国要开始 迈向是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这个基督教的大国 变成是一个复兴的大国 一个宣教的大国 但是 2018年的时候 中国又颁布了一个 新宗教条例法 那个新宗教条例法 几乎回到 当年中国在解放之后的情形 当年在解放之后 所有的宣教士 通通撤出去 为什么 不撤就死了 那今天我不敢讲说 中国都没有办法 有宣教士呆着 但是九死在那边呆着 你也可能做不出什么东西来 所以很多海外的基督徒 很多的传道就说 哎呀 主啊 你看看 我们不应该 我们要祷告 主啊 中国人们要开放啊 甚至有的人想要用人的手段 想说要透过美国 透过什么 透过这些方式 想要施压 让中国能够开放等等这些 亲爱的同志们 我不是说我们人不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但是弟兄姊妹 至少从这件事情 我深深看见一件事情 神在人的国中 掌权 亲爱的弟兄姊妹 君王的心好像笼沟的水 在神的手中 随意流转 你相信今天 中国的这个领导人 在做的决定里面 有没有上帝的作为呢 如果你相信神 你相信上帝 是坐在那个至高宝座上的那一位 他在决定人世间的一切事情 你我就知道 神有他的心意 亲爱的弟兄姊妹 好 我没有时间多讲 但是 我可以很清楚地看见 我这么多年 对中国的这些服事的这些 关注跟参与 我深深看见一件事情 这一切当中 都有神的手在里面 Amen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 就像说今年发生了疫情 请问我们在做 我们今天来做个调查 好不好 有多少人说 感谢赞美主 疫情发生得真好 来 举手 有没有 有没有 有一个 两个 感谢赞美主 教务同工都应该举手 开玩笑 弟兄姊妹 这个周末就是什么节 Label Day 亲爱的弟兄姊妹 Label Day的时候 大家应该要做什么 哎呀 那些夫妻团契的 就想说 哎呀我们这个Label Day 我们去Camping 带着孩子一起去Camping 是不是 那么有一些有家庭就说 我们出去去旅游一下吧 不出国也至少在美国吧 现在都什么 现在全都不行了 不过每个人都不管它 听说昨天有人到 是谁去 是谁去 那个这个Long Beach 听师母讲说 说是哎呀 很多人啊 不是Long Beach 你到哪边去啊 现在这几天都会很多人的 为什么 美国人都不怕死的 其实我们中国人 不是说怕死了 我们中国人比较谨慎小心啊 美国人就死 这个他不管这些了 所以 亲爱的同事们 我讲的意思是说 疫情发生了 这一次是Covid-19的事情发生 很多人觉得这个不好 这个拦住我们 使得教会不能够聚会 使得教会不能够好好的传福音 使得我们都不能 甚至不能够小组聚会 这个上帝你为什么容许 这个事情发生 下一个例子 你看见我们教会 在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说我们祷告 主啊 你赶快止住这个疫情 为什么 我们祷告的重点都是什么 主啊 你复兴教会 主啊 借着这个疫情 让你的教会复兴 借着这个疫情 使人的心回转归向你 对不对 为什么这样祷告 这个才是我们今天 所要关注的重点 如果 死了18万的人 还不能让美国人觉醒 要死多少的人 才会让我们觉醒 如果已经有超过600人 得了这个病 大家还是觉得 上帝这与你无关 我们想办法 我们自己发明疫苗 疫苗出来之后 全民免疫 那么 你就可以看见 疫情结束不结束 不是重点 弟兄姊妹 所以你可以这样子 以此类推 在历史当中 发生的这些事情 都是上帝的手在那边 我们第一个要问的就是 我们第一个要看见的就是说 在这个天上 有一个宝座 而坐在宝座上面的 他就是我们的父神 Amen 好了 弟兄姊妹 约翰在拔摩海岛 他看见了这一个异象 所以 他心里面 充满了欢喜 他一点不觉得是在关静 就坐监牢 约翰看见了这个异象 我相信对他 他接下来的日子里面 他心中已经有一个平安 有一个把握 他知道 他 这一生的服饰 满足了 弟兄姊妹 看见 看见很重要 什么叫看见呢 在这个字 希腊文的原文里面 这个字在新约用了85字 大部分 英文圣经都把它翻成叫做 看啊 behold 看啊 但是这个字 原来的意思 原文翻译成的意思 它其实是 有这个 就在我的面前的这个意思 所以NIV的英文圣经把它翻成说 There before me 好像旧约圣经里面 十四篇十六篇说 我将耶和华 常摆在我什么 面前 这又怎么样 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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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把耶和华 摆在面前 是这个意思是说 大卫 常常看见耶和华吗 不是 你要知道旧约那个年代的时候 人都能不能够 能不能看见神的 看见神会死的 是不是 但是弟兄姊妹 这个看见 这是灵里面的一个看见 这个看见 对约翰来讲 它是physical的看见 那当然就是回到了 那你说不是的 我也想看见 我是不是祷告主啊 你给我看见 兄姊妹 神不一定会给我们每个人 有这样子像约翰的经历 但是亲爱的兄姊妹 不管你是不是眼睛physical的看见 你的灵里面一定要看见 所以 这个看见很重要 约翰看见了主 所以他的整个服饰不一样 他整个的思维不一样 他从那样种不知道明日将如何 担心受怕 他从那样子的光景当中 他看见 安啊 放心啊 因为主坐在宝座上面 那么在旧约里面 以赛亚书里面提到有一个人 就是以赛亚 以赛亚也有这个经历 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里面 当乌西亚王崩的时候 那一年我见主 看到没有 这个见是同样的字 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好了 弟兄姊妹 请你记得 以赛亚是在什么情况当中 看见主 这里说当乌西亚王怎么样 崩的时候 什么叫崩 中文翻得真好 一个字就解决了 什么叫崩 驾崩 简单的说 崩是什么 就是死 所以你想想看 当时候乌西亚王 当时候国王死的那个时候 整个国家陷入一片的恍惶不安 陷入在一种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情况之下 这时候人的心何等的恍惶不安 但是以赛亚却看见 主坐在哪里 宝座上 对不起你记得 他不是站在宝座上面 他也不是躺在宝座上面 他是什么样 他坐在宝座上面 以福所说里面提到 坐的时候就讲到什么 讲到就是掌权 坐代表什么 坐代表是安定 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主坐在宝座上面的时候 整个世界就镇定 Amen 当主坐在你家中的时候 你的家就会安定 当主坐在你的心中的时候 你的心就会安定 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你要看见主 你要看见这位主坐在宝座上面 你要看见这个宝座上的是神 很多人关心今年的大选 到底是川普当选 或者是拜登当选 当然这个问题很重要 因为会影响到 有人说会影响到美国未来四年 可能甚至是更长的时间 这个很重要 所以弟兄姊妹应该要好好投票 选出那个真正的 愿意按照圣经价值观 而来带领这个国家的 那些不按照圣经价值观的 不要去选他 有而可听的就应当听 有而可听的就应当听 听得懂的就听得懂 听不懂的可以私下来问我 但弟兄姊妹 你要看见 不管谁当选 你一定要看见 耶和华坐在宝座上面 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面 Amen 你知道拿破仑在当年 称霸欧洲 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 拿破仑是不是 当时候拿破仑在攻打欧洲各国的时候 那时候好多英国跟其他的俄国 还有这个奥地利 很多国家联合起来 去抵抗他 好像是同盟国一样 那么拿破仑这个势如破竹 结果他一下子就打到 这个奥地利的边界 有一个城 这个城不知道是不是 这个奥地利的这个发音 叫做Fed Creek 我们照英文发 Anyway 就是这么一个城 当拿破仑在进攻奥地利 这叫奥地利 你知道奥地利吗 奥地利首都叫做维也纳 应该大家都知道 他进攻这个奥地利的时候 结果这个城里面的 这个公民会议 就有点像议会 他们就在那边决定说 到底我们是要数百级投墙呢 还是我们还是要 就是说想办法组织起来 我们要抵抗一下 因为他们这个城太小了 根本知道不是他们的对手 可是这个议会就一绝不了 结果那一天 刚好是复活节的主日 所以大家都去教会聚会 就在聚会的时候 教会的牧师就说了 他说 今天是主复活的日子 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够做什么 但是今天是主复活的日子 让我们大家就好好的来敬拜 来聚会吧 所以感谢再美主 这个牧师就告诉大家 叫大家好好的敬拜 聚会 那么这个牧师讲了之后 那么这个公民的议会 他们也接受牧师的建议 所以他们就那一天不做什么 他们就说我们就是好好的来敬拜主 所以当礼拜堂聚会开始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教堂都要 那个是什么 那个钟嘛 打钟声对不对 所以当那个钟声这样一敲起来 哇 响测天空 结果呢 那个拿破仁的军队 一听到这个声音 他们以为说是奥地利的援军来了 所以他们就仓皇地赶快决定撤退 那一天 就这样子 这一个小城免于被拿破仁攻打 欺压 丢着没 如果 在我们人生当中 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事情 正在兵荒马刃 正在你当中 可能你的婚姻发生了问题 可能你的家庭发生了问题 可能你的儿女发生了问题 可能你的工作失业了 可能你面临到人生当中 这些难处的时候 请你记得一件事情 当你正在想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样解决这问题的时候 请你记得一件事情 来敬拜这位主 Amen 来仰望这位主 来看见这位主 他坐在宝座上面 洪水泛滥的时候 耶和华坐着为王 十篇二十九篇第十节 他讲耶和华坐着为王 说讲了几次 你注意看 讲了几次 两次 希伯来问的一个特色 这个文字里面强调的就是 当他重复的时候 表示什么 重要 耶和华坐着为王 耶和华坐着为王 跟你自己说 跟你旁边人说 耶和华坐着为王 Amen 洪水泛滥 想想看 如果在前一段时间 中国那个大洪水的时候 你看见洪水来的时候 你会怎么如何感觉 一定是惊慌失措 当你面临你的人生当中的 洪水来临的时候 你一定是惊慌失措 按照人的本性来讲 都会惊慌失措 牧师传道人也不会例外吧 是不是 但弟兄姊妹 请记得见 使我们能够不惊慌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知道 耶和华坐着为王 耶和华坐着为王 而且是怎么样 直到永远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你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 打开我们的眼睛 看见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神 那亲爱弟兄姊妹 你说牧师啊 我没有像你的样子 我觉得我很想要看见神 但是我怎么能够看见神呢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看见过神 有没有 有没有人看见过神 你说牧师 你刚刚讲的那种情况 我没有 我没有看见过这个异象 我没有看见过这个异象 当中看见有一位神 我没有看见这些东西 亲爱弟兄姊妹 我也不需要你去追求那些东西 有的人虽然什么什么 他讲起来他看过很多异象 但是属灵生命却是经不起考验 也碰过有这样子的基督徒 我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圣经习里面让我们看见 很多的人他们没有亲眼见过神 应该讲说 没有人看见过神吧 有没有 如果有人说他看见过神 physical的看见过神 那这个我就需要了解一下 他看见的是什么 是不是 约翰福音 约翰这样讲 从来没有人 见过神 然后怎么讲 唯有在父怀里的耶稣基督 将他显明出来 换句话说 耶稣基督曾经道成肉身 他曾经成为人的样子 因此当时候有人看过耶稣的 是不是 所以他们看见过耶稣 他们知道神 因为说 借着耶稣基督 让我们看见神 那亲爱兄姐妹 那所以我们眼睛看不见 那我们怎么看见呢 到底这个指的看见是什么 基布莱苏 这个 彼得 先讲这个彼得 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 我们来看 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 说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 是不是 确实爱他 很奇怪 没有见过却爱他 今天有一个男的一个年轻人 告诉你说 我给你介绍一个女孩子 那么但是也没有照片 也没有什么都没有 Facebook也找不到他 反正你没看过他 好 那么 但是呢 你说 哎 年轻人 这个女孩你爱不爱 你想这年轻人怎么回答 我看都没看过 怎么知道爱不爱呢 是不是 可是这里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 确实爱他 那表明一件事情是什么 虽然他们眼睛没有看过 但是他们跟主的关系 已经是有相当连日了 所以他们怎么样 他们会爱他 是不是 那接着说 如今虽不得看见 却因信他 就有说不出来 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亲爱的同志们 当然这些情节就很丰富 但是我就要讲 却因信他 所以我们怎么样看见神呢 信他 从你信心的眼睛 看见他 亲爱的同志们 希伯来书里面讲到 这些信心的伟人 对不对 他们都是没有 希伯来书就讲说 他们都没有看见过神 但是他们相信 所以人非有信 就不能够怎么样 得神的喜悦 亲爱的同志们 什么是信 看见才叫信 不是真正的相信 因为信 所以我们看见这位主 因为圣经上里面 让我们看见洪水泛滥的时候 亲爱的同志们 我在顺便提一下 就读圣经 不要那么复杂 虽然我们在讲道的时候 我们传道人都会讲 这个原文怎么说 怎么这么说 亲爱的同志们 你说我不懂原文 没有关系 其实你不用懂原文 没关系的 对不对 重要的是 当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读到神的话 你相信吗 你相信的话 你就有信心 你相信的话 他就会带领你 让你在面对人生 各样的难处的时候 你能够不惊慌 你能够站立得住 今天很多人 圣经都很懂圣经 圣文圣经怎么样 神学的老师 很多人这个圣文背景 什么都搞得清楚 但是他不信 在美国的一些 所谓的自由派 新派的神学院里面 这些老师们 都是很有学问的 只是很通达的 亚兰文 西伯来文 希腊文 什么文都会的 但是他不相信 亲爱的兄弟妹 你相信吗 有一个 有一个在欧洲 一个西欧 欧洲的一个国家的 一个国王 他有一天要去拜访 一个城 那么城里的老百姓 就沿着街道 列队欢迎 我就想到 我在英国的时候 听说那个英国旅王 要出来的时候 在那个城堡外面 我看见外衣也是 很多人就排队 在那个地方 等着 等不知道等多久 你也不知道等多久 他说只要出来 也不知道是多少时间 我是不太愿意等 所以我那天 我也不知道 我们就算自己走自己的 但是那一天 你想想看 那个小镇的人 听见这个国王 要来拜访他们 他们真的是心里面 多么期待 对不对 好了 大家都想要看看 国王的风貌 那么结果很多人 起在第一排 有一个母亲 抱着一个小男孩 也在那边等 她希望能够看见 这个国王的风采 好不容易来了 一队人马 好不壮观 哇 那个前面的骑兵 那个马队 一直在那边忽涌着 结果这个母亲 好不容易 站在第一旁里面 等了好久 也看到了 那一个国王的 那一刹 她就对着 她的小男孩说 她说 Look at him Look at him You will never forget all your life 她说 你看 你一生都不会忘记 听说 这个母亲 看到了国王 那一个 撒拉间的一眼 她说 她这一生 都不会忘记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但愿你我看见 这位耶稣基督 坐在宝座上面 你看见他的时候 你这一生 你都不会忘记 Amen 你看见了他 你这个一生 都会不一样 以赛亚书 刚才第六章 第一节讲 以赛亚看见了 这位主之后 他就说 Here I am same me 主啊 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今天多少的 这些的年轻人 奉献在宣教的工厂 一匹匹的涌流出去 很多时候是因为 他们看见这位主 以至于他们 在培林会当中 在宣教大会里面 他们听到 这位主的声音 发出这个呼声 他们说 是的 主啊 我愿意把一生 奉献给你 我当年 是这样的情况 出来的 弟兄姐妹 一个人看见了主 他的生命就会不一样 一个人看见主 是坐在宝座上面 掌管我们人类历史 掌管我们人生的历史的 那一位主 你的人生就会不一样 你看见了吗 你要用信心去看他 你如果一定要等到 主亲自的向你显现 你才相信 像多玛一样 那你要有点担心 因为主真正向你显现的时候 你可能会吓坏了 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看过 奥运赛有一种叫做划船 有没有 你知道那个划船比赛 有没有 那划船的 可能是有六个人 八个人 那么这些划船的人 他们是 他们是通通是背对着 那个目标地的 你懂我这意思吗 好 所以现在 比如说我们要到那边去 好这样子的 那他们看不见那目标地 他们怎么划船呢 有一个舵手 对不对 所以他们必须很专注地 看着这个舵手 舵手告诉他说 右边一点 左边一点 或者怎么样 他要跟着这个舵手 这个舵手会指挥他们 他们要从心合意的 一点都不差的 要看着这个舵手 跟着他 专注在他身上 亲爱的兄弟们 这个叫做仰望 这个叫做仰望耶稣 亲爱的兄弟们 我再说 这是信心的功课 我们这一生基督徒的旅程当中 是因信以至于信 你刚刚信耶稣的时候 有多少人说 耶稣向我显现 我看我信了 没有 有的人说 因为耶稣医治我的疾病 所以我相信了 但亲爱的兄弟们 就算耶稣医治我的疾病 你觉得真是看见了神 看了神奇 所以你相信了 你的基督徒的信心 以后你还是需要 把你的信心建立在哪里 建立在哪里 建立一个神奇 一个神奇 一个神奇吗 不是 建立在哪里 建立在主的话上面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的信心 是借着读神的话 借着神的话 我们相信神的话 所以亲爱的兄弟们 再一次强调 当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要用你信心的眼睛来读 你不要用一个批判的眼光 这个地方讲得合理吗 这个地方讲得对不对啊 圣经就是神的话 第一个你先要先接受 当你在读的时候 你不要再去那边批判 这个地方对不对 那个地方好不好 你这个地方不太make sense 你不要去这样子 你要说主啊 你有什么话对我说 主说做妻子的顺服 丈夫说yes 就顺服了 是不是 做丈夫的要为妻子舍己 要舍命 是的 主啊 我叫舍命 就这么简单啊 还需要原文分析吗 不需要 就这么简单 相信了 有些地方需要原文分析 有些地方需要好好解析 很多的经文里面 其实很简单嘛 凡事谢恩 需要解释一下吗 凡事谢恩 你说出车祸也要谢恩 凡事谢恩 是不是 常常喜乐 你说主啊 是的 这种事情 我怎么喜乐起来呢 不行啊 我没办法喜乐 我应该生气啊 喜乐 主的话说喜乐 就喜乐 哈利路亚 喜乐 是不是 你说主啊 那不是很假吗 没有关系 不是假 那叫信心宣告 兄姊妹 所以我们 需要把我们的眼光 常常定睛这一位舵手 常常定睛在他的身上 但我们常常用信心的眼睛 定睛在他身上 亲爱的兄姊妹 不管是COVID-19 有人说要到什么时候了 管他到什么时候 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也没关系 Amen 因为我们的盼望 本来就不在这世界上面 你也不要期望说 这一顿 不是这一顿 这一场疫情过后 我好好去外面餐厅里面 去吃一顿 中日韩 五大洲都有的buffet 亲爱的兄姊妹 如果疫情越久 没有使得我们对这个世界 彻底的失望 那么这个疫情就白白的来了 所以神放我们 特别在美国 我绝对相信他的心意 台湾的那些 我看到我的家人 每一次pose出来的照片 都是吃香的喝辣的 看到我们心里面 实在觉得说 哎呀 怎么会这么大差别 美国什么时候 可以那一天呢 不知道 每一次你去 可能都是冒着 生命的危险去 因为太多的人 不管这些事情 亲爱的兄姊妹 好 我时间不多了 那接着我们再看 第二个 好 这个 第一个 记得 用信心的眼睛 信心的眼睛来看耶稣 信心的眼睛 看见这位坐宝座上的主 第二个 约翰在这里提到说 他说我被圣灵感动 有没有 第二节 我立刻被圣灵感动 接着就说 见有一个宝座 安置在天上 所以这个地方很奇妙 他这边讲的说 他被圣灵感动 那原文里面 这个被圣灵感动呢 其实就是 in the spirit 换句话说 中文就是说 在灵里面 记得这个spirit 这是大写的 在圣灵的里面 在圣灵的里面 兄弟妹 真正上有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西面都知道吗 当主在 在第一次来的时候 在圣殿里面 有两个人 一个叫西面 另外一个叫做什么 叫做亚拿 有没有 好 那西面是蓝的 亚拿是铝的 西面就是西方的面 其实他就是西门 西门 西门 那西面呢 圣经上说 他这个人又公义 又虔诚 他束长就在等候 那个 米赛亚的来临 所以那一天 他正到这个圣殿去的时候 他就看见了 耶稣的父母亲 把这个耶稣怎么样 抱到圣殿里面 要来完成律法的规矩 亲爱的兄姐妹 当他看见的时候 圣经上说 他怎么样子 我们看一下 他受了圣灵的感动 进入圣殿 这个他受了圣灵的感动 就是他怎么样 他in the spirit 那兄姐妹 他怎么会被圣灵感动呢 他不是今天突然圣灵感动他 他是一个束长 就在那边祷告 亲近神的人 在那边等候主的 再来的人 所以那一天 主就在灵里面 怎么样 向他说话 感动他 因此 亲爱的兄姐妹 应用在我们个人身上 你要怎么样子能够 有这样的信心呢 你要怎么样子能够 看见在你人生的风暴当中 你看见这一位 做宝座的神 以至于你能够 乘风破浪 不会惧怕呢 你很重要的 回到你跟神的关系 但一里 我们看见圣经上 你们提到但一里 他也是看见这个宝座 他看见宝座上面 有一个很亘古 很常在者 然后呢 你可以看见 他为什么能够 看见宝座呢 他为什么能够 看见这一位 主在宝座上面呢 因为他一日三次 双膝跪在他神的面前 祷告感谢 他是一个平常 就在那边 祷告亲近神的人 他不仅仅一天祷告一次 他一天祷告三次 这里说 与宿座一样 就是说 当他知道 尼布贾利沙王 已经规定说 你如果不听王命令的 他已经盖了这个玉玺 就是他的脏的 他一听到这件事情 他就跪在神的面前 敢祷告感谢 跟宿座一样 所以戴伊利是一个祷告的人 亲爱弟兄姊妹 今天你我是不是 经常的来到神的面前 亲近他呢 每一天早上的晨岛 现在疫情都已经送货到家 送灵修才要到家 送这个传道人的 这个每一天的讲解 送到家了 那你是不是应该要珍惜啊 珍惜啊 亲爱的兄姊妹 只有当我们跟神的关系 越来越亲近 你就会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 你就会越来越知道神 他就在你的信心 就在你的里面生发 你就能够在面对人生当中 各样的难处的时候 你能够站立得住 你能够不会被这些困难打倒 Amen 那么就从团体来讲 亲爱弟兄姊妹 刚才我们讲天上地上 天上地上 对不对 天上决定地下 是不是 但亲爱弟兄姊妹 我可以看 有一些圣经你们告诉我们说 地上决定天上 哪里啊 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二十节 这里说我们在地上捆绑 在天上就捆绑 在地上释放 在天上就释放 亲爱弟兄姊妹 这个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指的是地上 如果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 这个是权柄 弟兄姊妹 请你记得一件事情 权柄不是在掌职会 权柄不是在国会 权柄不是在白宫 权柄在哪里 权柄在上帝 对没有错 但是亲爱弟兄姊妹 上帝 是根据美国国会决定 来做事吗 不是 上帝根据什么 上帝根据在地上 留两个人同心合意的 求什么事情 神来做事 你相信这句话吗 你相信这句话 你的人生就会不一样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神尼就这么清楚这样讲 在韩国复兴的历史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人 叫做金敬坤穆斯 他是韩国学院传道会的创始人 他当年在富乐链神学院的时候 跟这个学院传道会的founder 就是白利德博士 Bear Bright 一起在这个地方认识的 金敬坤博士 后来感受到 这个学院传道会的意向 所以他就决定回到韩国 设立学院传道会 但是他在美国的时候 他在1972年 他参加了一次 所谓的Explore 1972 就是72年福音大爆炸 这是学院传道会 办了一个福音的 一个大步道聚会 那么他参加完之后 他竟然在最后一天的时候 就当着参加的人 宣布说 他说明年 不是明年 因为是72年 他说1974年 就是两年之后 他说邀请大家 参加在韩国 要举办一次 30万人 是接受门徒训练的 一个大聚会 叫做 这个Explore 1974 这个当时候 大家都觉得 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 你要想想那个年代 1974年 那个年代 他说在韩国 他说你单单举行 这个聚会 地点在哪里 地点肯定是在 最大的地方 叫什么呢 叫做鲁鱼岛广场 就是韩国的 鲁鱼岛广场 赵雍基牧师 他们所在的地方 那个广场很大 我去过 好 那第二个 那么他们就说 这么一堆人 吃饭怎么解决啊 对不对 你一个礼拜聚会 你怎么解决 这个吃饭的问题啊 30几万人 后来他们想出一个办法 就是造了一个 大概价值 一次可以煮5000人的 一个大饭锅 比一般那个人 高楼大的那个水塔 还大个五六倍 造了很多个 这样子的饭锅 那么煮完 然后呢 就配pinch 配泡菜 就这样子 韩国人简单 不像我们中国人 还要什么三菜一汤 或者这些东西 还有有荤有素的 他们就是这样 泡菜 配饭 就吃了 就可以了 所以这样子就搞定了 那还有其他 还有就是 花费很大 那个费用的太大了 这简直是 他们觉得不可能 所以他们提出来 后来他们的这些 同工们提出来 其实像这个 不可能办的 这个聚会的原因 好 但是 金俊坤牧师 他是一个祷告的人 他尽时祷告 他为了这个聚会 尽时祷告四十天 其实他一生当中 很多次的尽时祷告四十天 他祷告 他很清楚 他说 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 神要你做的事情 神自己怎么说 好 他就讲的一节圣经 他说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 他就听我们 这是我们向他所存 坦然无惧的心 约翰福音 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 亲爱的兄弟们 神很清楚地让他看见 他就是这样子 所以亲爱的兄弟们 事情很奇妙地发生 就在1974年 三十二万的韩国的大学生 高中生 初中生 一起参加这样子一个聚会 接受一个礼拜的门徒训练 他的目标是训练这些年轻人 然后这个三十万 大概是十分之一的 韩国的基督徒的人数 他说训练他们要 让整个韩国福音化 传福音到整个韩国 所以那一年 这三十几万的人 他们参加训练 而且每一天晚上 有超过一百万的人 参加聚会 有一天晚上的聚会 甚至是一百五十八万 一百五十八万人 参加那个格里汉牧师 所举行的这个布道大会 就在那一次的聚会当中 韩国历史上称他叫做 是这个七世年 是一个他们的复兴 很关键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一个大会 他说那一年的之后 基督徒 韩国基督徒 增加了一百万人 每个教会聚会的人数 增长百分之三十三 奉献增加百分之六十四 然后从此之后 韩国的聚会教会的人数 基督徒人数 一步一步的增加 一直增长 一直成长到现在百分之三十几 亲爱的兄弟们 我讲这个 就是我看了这个故事 就让我心里面 有一个很深的感慨 今天我们都知道 神的应许 两三个人同心合一祷告 主要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在地上滚宝 在天上滚 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是在你的家里面 请问做夫妻的 你相信 当你们两个人 同心合一祷告的时候 你的孩子的问题会解决 你家庭的问题会解决 你看见你的家庭会 上帝要实行神经 你相信吗 如果教会 你看见教会 没有办法成长 教会一直是在那边守城 教会人数一直在减少 教会很多的问题 没有办法突破 你相信说 如果教会的领导们 同心合一 求什么事情 天父必为我们成全 你就起来祷告 你相信吗 就这么简单的 圣经的一句话 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你照着祂的话去做 你就会看见 不可能的事情发生 Amen 我们起来祷告 主耶稣啊 在这样一个全球 都好像惶惶不安的时候 那我们再把我们的心灵的眼睛 转脸来仰望耶稣 定睛在这一位 坐在宝座上 掌管人类历史的 这一位主身上 让我们的眼目 再一次的定睛在 你的身上 以至于我们面对到 不管我们现在 正在面对什么难处 亲爱的主耶稣啊 让我们的心可以在 祢的里面安稳 主我们谢谢祢 赞美祢 亲爱的主 让我们看见祢 看见祢是那位 掌管我们历史的主 掌管我人生的主 亲爱的主 我的一生 都要奉献在祢的手中 我的人生 都要为祢而活 让我不是只是在那边 想着怎么样子 为自己打算 或者为儿女打算 亲爱的主 让我的人生 是为着神的国来打算 为着这个天上的 这一个宝座 这一位自高者 他所发出的命令 他所讲的话 他对人类的历史 亲爱的主 让我成为 祢的那一个跟随者 让我成为 祢的那一个执行者 让我能够完成 祢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主我们谢谢祢 赞美祢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